诶 我为什么死呢 因为我使用了防主功能全途秒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娟娟娟娟 今天和大猫妮妮一起玩一个万能手机的生存 来欢迎一下大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猫 我站的最高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妮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妮妮 然后娟刚刚把大猫赶走了 不要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 刚刚我不邀请你 你还不做自我介绍是吧 对 我很高贵 我需要有人引导 我现在要调整一下我这个手机了 我要提升自己的buff值 我要把生命值调到最大 那我也打开手机 先调整一下属性吧 生命值加一点点 移动值再添加一点点 跳跃的话也跳一下 因为这样子我可以跳得超级无理的高 攻击力也加深一点点 猩猩数我要变成50个猩猩 大小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小一点 这太小了 算了还是变大吧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房主功能 哇塞 这功能太多了吧 我喜欢这个改变时间 可以随意切换 早上 晚上 中午 还有下午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好用了 再看一下其他的 我喜欢这个全途妙人 等一下我得试一试 我调好了 然后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个 房主非常厉害的功能 你们站在那里别动 什么功能 注意 前方高能来袭 我为什么死呢 因为我使用了房主功能 全途妙人 你太过分了 好 那我们第一步先去挖库 大妈好爱 先去挖矿 挖库库 挖库 找我 帮房主 Works 监制 早上